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简简单单吃来做个午餐肉炒泡面吧 希望大家会喜欢 偶尔来一个简单炒泡面 还真的不错哦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 不然滑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一起来炒面了 午餐肉炒泡面 材料有泡面午餐肉鸡蛋洋葱 但喜好洋葱去皮切粒和切丝 个人喜欢这样的组合 切丝就能吃到洋葱而切粒可以更好的爆香洋葱 泡面从包装袋取出调味粉放一旁备用 泡面煮一分钟左右八成软就可以了 太软的话炒面口感不好吃 泡面滤干水分备用 泡面和食用油 混合均匀 倒入调味粉 倒入调味粉拌匀 调味粉分量按个人口味调整 我这里三包泡面面我放两包调味粉就够了 不然怕太咸 不然怕太咸 午餐肉切条 我只用了半罐午餐肉 另一半烤熟后可以加面包或配饭吃 鸡蛋打散备用 把鸡蛋煎熟切小块 和脖放 subject 鸡蛋煎熟 concert 放下剂 2ej目 三毛蛋线 三毛蛋 applicant 分装 大小 洋葱炒软炒香 午餐肉也一起炒香 倒入面条炒散和食材炒匀 最后倒入炒好的鸡蛋就可以了 午餐肉炒泡面可以吃了 很简单吧 大家也可以加胡萝卜丝 蔬菜或干豆腐一起炒也很美味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youtube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